這裏是香港電台 新編領南掌故 澳門大豹第七回 是由何楚雲編導 楊普希編劇 劇中人 由李學斌飾演楊彪 譚翠蓮飾演劉妙真 林友榮飾演劉吉祥 丁欣飾演劉大嫂 姚秀玲飾演阿娟 曾永強飾演復家路 劉安東飾演姜雲龍 新編領南掌故 澳門大豹第七回 現在開始 他去了差不多三個月了 是就是 不過坐船走路 都要幾個月才去京城 那你不知道他幾時回來的嗎 他都說過 要離開半年才回來的 我想他現在正回來的 那肯定會有聲氣的 阿珍 你有沒有在大炮廠打探過的 媽 我夜都去大炮廠開半日工的 那就是 那有什麼消息 如果有消息 我當然知道了 唉 我看那個北加勞大班 一定有阿彪的消息 難道我敢去問那個大班嗎 唉 問阿平安而已 有什麼這麼奇怪 那他們就有報平安 還說等到市跑之後 一交易完成就回來的了 叫我們不用擔心 唉 不擔心就假的 媽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消息 我有一個辦法 喔 你有辦法 嗯 什麼辦法 如果我們買些禮物 去問候黃師爺的夫人 一定會有些消息 喔 黃師爺是個帶頭人來的 他們是大職員 一定有些信息寄回來的 誰是個小公頭 哪敢託人帶信 如果我們想知道多些東西 就要去問黃夫人 喔 那你就不快點去 我不認識她的 不過我知道她住在哪裡 我自己又不敢去問她 你自己不敢去呀 那好吧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好啊 送這麼多禮物沒有 你們是誰啊 黃夫人 我去大炮廠 火藥公頭楊彪的女人 喔 楊彪是嗎 我聽過她的名字了 這是我媽媽 她陪我一起來的 黃夫人 你好 楊彪好像跟我們上公 去了京師 對 她們一起去的 不過我們沒有楊彪的消息 我女兒阿珍也不知道多心急 所以故意來問黃夫人 知不知道她們的消息 你們不要問了 什麼事啊 不好消息啊 那個消息 真是慘了 什麼 慘 那個消息 好慘 慘 慘成怎樣 對呀 怎樣慘法 對呀 怎樣慘法都不關你們的事 怎麼會不關我們的事 他們是一起去的 黃夫人 你為什麼哭 唉 我也受不了她的信 那她平安 那個壞人死了更好 什麼 黃師爺她沒事 她當然沒事了 她在京城那裡 吃到一個很漂亮的狐狸精 唉 慢慢在一起 還捨得回澳門嗎 是誰說的 豬炮館那個公頭的老陸 寫信回來說的 她有沒有說楊彪 那我沒有啊 是我相公的那個人才這麼壞 黃夫人 她試完炮回來就沒事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吧 老陸寫信回來的時候 還沒試炮 那好吧 現在每個人都平安就好了 有什麼好啊 那個壞人變了心了 黃夫人 你不用怕的 男人出了門 有空無事 當然是去玩一下 離開了就沒事了 我現在托人寫了封信去 要她馬上回來 快點回來 那大家都安樂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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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師爺, 喝一杯心茶吧 楊彪, 為甚麼你給我一杯心茶? 沒有, 我有空無事 就去東安市場逛逛 見到有人賣高麗芯, 我買了些, 想帶回澳門 見黃師爺, 你最近精神很壞 不如煲碗給你喝 這樣也好 黃師爺, 你這陣子瘦了很多 本來人人都胖的 沒東西做, 好吃好住, 怎會不胖? 好似炮手頭目, 約翰哥利亞 他說每日重半磅 老實說, 你們無事擔心當然肥 我是領班, 很多事操勞 沒有啊, 我們也是在等候試炮 因為兵部尚書和京都捷道士都出境未返 現在要等他們回來, 你沒東西好擔心 楊彪, 你知道甚麼? 我知道普錫先生不是好人 他帶你去賭, 有介紹過 阿Bell, 這是我的事 你猜得這麼多嗎? 小人這樣說是不對, 不過我替你心急 我借你們的錢都還給你們 那為甚麼你有這麼多心事呢? 我是關心你才這樣問的 楊彪, 以後你不要再理我這麼多了 對了, 炮彈褲的鑰匙呢? 我交給駱大哥 你沒有鑰匙嗎? 有, 火藥皮箱的鑰匙 有甚麼事? 黃師 沒事, 我想檢查一下 不用多久就試炮了 兵部尚書老爺回來了嗎? 他們心急想買炮 沒有, 等不到兵部尚書回京 這次試炮可能由兵部侍郎朱大人主持 他看過火藥合用就可以下訂單了 那快就好過遲了 我們天天都想轉家 我看一試完炮 我們就可以回到澳門了 當然了, 所以我們也要準備一下 對嗎? 不知定了日子沒有 如果定了日子 張濤大人會通知我們 黃師爺到了哪兒? 張大人 請坐 楊彪 我來找黃師爺 他出了街 為什麼他時常出了街 他很少在 有什麼事 如果是急事 小人可以去找他 你去哪裡找他 黃師爺時常去一個朋友 不用說女人 有男有女 他來到京師也算風流快活 兵部派朱侍郎大人做監督 選擇後日午時試炮 我要通知黃師爺 那小人要去通知他才行 你們的炮手不是去其他地方玩嗎 你說炮手約翰哥你 他每天都在等著 那你們準備吧 當然了 張大人 為什麼你們那個黃師爺 來到京師未教一個月 就認識那麼多男男女女 黃師爺很懂交際 大嫖大賭都要很多錢 是不是由他管掃的 不是 管掃另外有個人 你知道他有哪個朋友嗎 有一個朋友姓普 三點水那個普字 廣東人很少的姓 關外人才有這個姓 另外那個女人呢 好像叫做梨花一樣 黃師爺真是風流 好啦 你通知那些人準備 黃師爺回來 請他去我那裡商量 最後怎樣佈置 好呀 張大人 小人一於叫板 黃師爺 黃師爺 你現在搞定了沒有 唉 搞定就搞定了 不過我很害怕 到時又不是你開炮 怕什麼 唉 你不知道 自己在炮彈樹做了手腳 沒理由不怕 用什麼怕 炮彈又不打得遠 結果朝廷又不買你的大炮 是這麼簡單的 唉 做不成那單生意 我回到澳門沒得擾了 石哥答應將來 比你一千兩銀 那除了將來我拼金五百兩之外 你又還三百兩倒債 那還有剩下 都救你回鄉下買多幾畝田地 沒得擾也不怕 唉 總之我洗濕了頭 真是後悔莫及你了 一天都是你 什麼 你不教我賭錢 我哪會有泥足深陷 不能自拔呢 哦 你現在知道 後悔喜歡我了 好 你可以不要我 我要 我要你 我怎麼捨得不要你 唉 你知道嗎 人人都說我瘦了 我外表是很快樂的 一些是我日夜擔心 唉 你現在洗濕了頭了 沒有說話好說了 不要自己怨自己了 你要做得好好地 不要被人私疑 對了 梨花 什麼 普石興呢 嘩 你鬼他那麼多 他不會欠你的錢不給你的 放心吧 嘩 喝多兩杯酒定下神了 過了明天私泡 一切就好 唉 私泡失敗之後 煩惱才開始 你這個西洋老闆 做不成大生意 關什麼你事 哦 那當然不會 加你薪金的了 但是你的薪金有多少 行來做什麼 唉 不喝多點酒 過心就不得定 謝謝你 西曆一六二四年 是明朝天啟四年 歲在甲子 五月四日 在北京教場試炮 當時是由兵部侍郎朱大人負責監督 由張濤居中策劃 至於炮那方面 就是澳門北加勞大炮廠 由師爺王禮負責 西洋炮手中共四個人 由約翰哥里亞做頭目 每一個人都非常緊張 很久才等到午時 啟稟朱大人午時已到 嗯 張濤 非即在 各人都有安全的準備 所有安全準備已經安排好 嗯 但凡炮彈可能打到的地方 方圓白象之外 都插了紅旗 沒有人可以接近的 啊 對了 本官坐在這裏 夠安全了吧 十分安全 因為炮口 向著相反方向 炮彈不會轉彎的 那用不用用棉花塞住相耳呢 卑職已經情想耳塞了 啊 不用說一定要戴耳塞的 是吧 不會震到對耳的嘛 啊 不會吧 等我問問他們先 啊 黃師爺 大人請吩咐 朱大人想吩咐耳塞 有沒有傷害啊 沒有…沒有傷害的 啊 如果是沒有傷害 我不吩咐耳塞了 因為這樣才可以探測到大炮的威力 啊 好… 好… 啊 你發令事跑 啊 是 準備事跑 預備 一 二 啊 這一次慘了 那個炮彈還沒射出來就發生爆炸了 炮手約翰哥利亞當堂慘死 另外十幾個人受傷 黃師爺就當然嚇到魂不負體了 他因為受了滿清間諜 普錫和梨花的收買 聽普錫的指點 配錯些炸藥 黃師爺以為是減低火藥的威力 炮彈打不遠 買賣大炮就一筆勾燒 那滿清入關的兵馬 就不用捱火炮的滋味呢 哈 怎知現在剛剛相反 火藥威力大增 即時爆炸 連個西洋人都炸死了 關於澳門炮廠在北京試炮 炸死炮手約翰哥利亞這件事 是百分之百真確的 試炮失事在1624年 過了316年之後 即是1940年7月11日 在北京青龍橋發現了炮手約翰哥利亞的墳墓 而且有一個石碑記載這件事 石碑上黑的是蒲文 譯了中文是這樣的 約翰哥利亞 於1624年 奉皇帝召命 佳其他葡萄牙人六名 自澳門東來 教練中國士兵發炮之技 不幸爆炸受傷而死 奉子安葬於此 除了蒲文之外 又有一篇中文的石刻碑記 講述這件事 如今都不要講這麼詳細了 不如講返當時炸死炮手之後 那些人剛剛驚雲抱定 兵部侍郎就大發雷霆了 張濤 卑職在 幸好本官坐得遠一點 不怕炸死我 朱大人洪福齊天 一定吉日天上 不是每次都這麼幸運 朱大人 被炮彈炸死和炸傷的 多數是他們的自己人 是偶一失手 那那些大炮有甚麼用 怎麼去打敵人 的確很失禮 變了打翻自己 不過據悲職推測 其中或者被奸人作弄都未頂 你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如果有人不喜歡我們擁有大炮 蓄意破壞 令到我們不撤大炮 那我們的敵人豈不是得其所在 混帳 炸翻自己人的大炮 要來有甚麼用 當場出醜 還想我們買大炮 從來發炮都未試過會這樣 再試第二次 一定不會有這樣的事出現 當然因為第一次還沒炸死我 想我再去過被你炸死為止 朱大人 相信他們不會有這樣的存心 無論如何 就好了 本官一定居實值品 提議取消賣澳門的大炮 朱大人 好不好等我們 查一下爆炸真相先呢 查一下爆炸真相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還用甚麼查 整那些製品都未達到水準 叫他們拿回澳門 是 朱大人 不過 卑鄙相信其中一定有古怪 那你就慢慢去查 我就不主張買這些炸自己人的大炮了 現在等本官回家 先喝一碗定驚茶 張濤並不像兵部侍郎那麼糊塗 他知會地方衙門 偵查這一宗命案 但一個被扣留的 就是楊彪 張濤還特別調他入內堂查問 楊彪 你也算大膽 張大人 我冤枉的 無論你是冤枉也好 不是冤枉也好 根據火藥師傅的意見 認為這次的爆炸 是和火藥調製有關 而你就是負責配製火藥那方面 所以 第一個就要審問你 小人配製了兩年火藥 未試過發生這樣的事 小人認為這件事和艱細有關 當然 就是因為和艱細有關 所以第一個先扣留你 剛才一節 新編領難掌故 澳門大豹 第七回 是由何楚雲天道 楊普希編劇 現在經已播放月斑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GENA